2023年第一個上工日 台北市長蔣萬安一身鼻頂西裝 出席市政會議 台北市在過去幾年 人口流失了近20萬人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所以今天在市政會議上面 特別邀請相關局處 來提相關報告 目前最近台北市的人口數 已經達到247萬多 到了250萬人 應該是會有三位副市長 三位副秘書長 那我想這個我們當然就是 依照相關的法律規定來進行 除了希望透過推動政策 吸引人口回流 蔣萬安也瞄準 隆利年反台民眾恢復戶籍 而隨著慢慢熟悉市政運作 蔣師傅也不再可歸講隨 接下來不管是開什麼會 什麼時候開會 我想都是以效率為最高的指導原則 而不要為了開而開 所以在接下來這一週開始 我們就會以城會和午餐匯報的方式來進行 開創新局的蔣萬安不只取消柯市府 每天七點半的城會文化 也力拚恢復一千五百元的重揚禁老金 不過這樣舉動讓前朝的柯文哲 謊聲聲輪番質疑 發放禁老金會讓財政的預算暴增 其實錢就這麼多 那你要嘛就挪預算 要嘛就舉債 當然還有一個巧門 就是把那個稅計勝局用掉 財政紀律是一種文化 就是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這個錢要講清楚要從哪裡來 我們不會舉債來發放 未經請財政局盤點相關的財政收入 我們一切都會以預算相關的法規來辦 儘管受到多方圍攻 蔣萬還是只求對決 相走出屬於蔣市府的一條路 華日新聞 陳真 陳吉雪 李洪杰 台北報導